4月19日 上海國際車展的首日 有人以維權名義大罵Tesla展位 展位一度被拉警界線 臨近中午恢復正常 Tesla下午就此作出回應 19日上午 有人身穿寫著殺車失靈字樣的T恤 站在Tesla展位的紅色車的車頂上維權 呼喊殺車失靈並撕毀到車展上的廣告傘 隨後該女子被現場保安和公安人員強行抬走 場面一度相當混亂 現場有人衣服被撕破 當該女子被帶到Tesla員工休息驅逝 其同伴還在連綿高呼Tesla滾出去 據陸媒報導 Tesla展位四周一度被用警界線圍了起例 臨近中午11時45分才恢復正常 亦有陸媒稱 該女子被派出所帶走調查 下午近三時Tesla在社交平台上就此事回應指 該車主通過非常規方式獲取證件進入展館 在展台周圍做直播 露出定制的維權T恤並登上車頂大喊 Tesla還表示該車主此前曾因超速違章 發生碰撞事故 之後以產品質量為由堅持要求退車 有人大鬧車子的消息在網上立即成為熱點話題 而海外社交媒體上的輿論以國內的大商徑庭 很多網民質疑是官方安排 有組織的老套路他們安排的 有經濟學者表示 中共當局對Tesla動手的信號越來越多 此前中共政府以限制軍方敏感行業國企 和重要機關的人員使用Tesla汽車 我們不得找到支援手予造箱的 商定連內的決定 公民視機關的人火 普遍的課程